在最近几周,美国陆军接受了第一批RFPC发射器 乍一看,这就是一种发射箱而已 当然,书记美军装备动向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这个东西的诞生实际上是给美国陆军产弱的野战防空来进行一场补课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又怎么发挥作用呢? 本期视频火力军带您一起探究 在冷战时期,美军时时刻刻都要面临着苏联的攻击 看过本频道前几个有关于苏联和俄罗斯空军的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前线空军一般发挥的是战役中的飞行炮兵的作用 在一个短时间内,美国陆军将会遭受苏联前线空军短促和密集的火力准备 然后坦克集群就会在这种火力准备的掩护下杀到眼前 由于在这个过程中,苏军一定会投入大量的战斗机来掩护其对地攻击集群 所以,单纯想要靠空军来对陆军进行战场遮断掩护也不太现实 毕竟战场的主动权在进攻的一方 而被动防守的北约也不可能让飞机时时刻刻挂在天上吧 所以,在这个时期,美国陆军的野战防空系统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除了中远程的爱国者之外 在这个时期,美军针对于自己的中进程防空还开发或者设计了 包括M-247约克中式、MIM-72小胡数、M1AGDS在内的多种野战防空系统 并且,世界上第一种防空反坦克两用导弹即ADATS也是出自于这个时期 可以说,在苏联的高压威胁下 彼时的美国陆军野战防空虽然不如对面苏联同航的体系完备 但至少也是该有的都有 但是,随着苏联解体 美国陆军的野战防空体系也不再被需要 毕竟除了苏联之外 也没有哪个国家能突破美国空军制造的战场遮断 所以,陆军的野战防空系统也就不再被需要 在目前,野战防空系统除了使用独次导弹的复仇者系统之外 就只有在不断更新,肩负起陆基反导重任的爱国者了 这种中间空缺极大的组合搭配 与其说是给陆军的野战防空进行瘦身 还不如说是让美国陆军万一错误识别了空军的飞机 独次也可以让陆军无法把空军的飞机打下来 虽然这种搭配非常机型,但是没有苏联的威胁 国会是不可能给陆军拨款制造新武器的 典型案例就是在90年代定型测试的美军ADATAS系统 最终就是因为苏联的解体 结果被人找了一个所谓测试中舞弊的丑闻,匆匆下马 但比较搞怪的是,俄乌战场让美军发现 即使苏联已经解体,但是俄罗斯的航空打击力量 依然不是只有独次的美国陆军可以单独抗衡的 并且由于空机防区外打击弹药,尤其是巡航导弹的加入 由地面对空进行防御更是困难至极 因为野战防空不仅需要针对飞机进行打击 还得拦截飞机所投下的各种滑翔炸弹和巡航导弹 当初一套系统只需要对一两个空中目标接战 但是现在就会变成几个甚至十几个 所以即使现在美军重新将自己的ADATS 或者曾经的罗兰、轻舰等系统重新启用 也不可能适应现在的防空环境 所以开发一种新的防空系统是必须提上日程的事情 虽然美国陆军要从零开始做一种 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的野战防空系统 但是这实际上并不难 毕竟自苏联解体后 美军就有众多采购国外先进武器为自己所用的案例 在防空武器方面 比如以色列的铁琼所使用的塔米尔导弹 自己使用的AM-120C所研发的NASA MS 以及现在正在使用的斯崔克底盘 MCU-RAID系统所发射的防空地域火 以及正在使用并且会一直用下去的毒刺导弹 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纵观整个防空领域 可以发现在野战中进程防空方面 美国陆军实际上的选择有很多 但是这个选择也带来了一些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这些导弹的规格完全不一样 它们的弹体直径长度重量等参数大相径庭 那要为它们装备一种什么样的发射车 就非常伤脑筋 因为它们的参数不同 所以使用的发射箱也不同 就比如毒刺和NASA MS可以使用汉马车部署 而铁琼所使用的塔米尔 由于其发射箱体积庞大 就必须使用卡车或者重型拖车才可以部署 但是陆军又不可能为采购这些导弹 而单独设计发射车 所以怎么整合这些导弹的运输 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并且问题还不止在于运输 导弹是一种武器总要被打出去 那问题来了 它要怎么才能被打出去呢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甚至比运输更让人头疼 比如毒刺 这是一种红外引导导弹 它在发射之前必须预冷 才能让引导头足够灵敏 而I'm sorry的系统 用来执行防空任务的地域火导弹 它是光电瞄准跟踪 并且使用激光制导 而以色列铁雄系统使用的塔米尔导弹 它的引导方式是由系统配套的 ELM2084雷达进行引导 这是一种S波段相控阵雷达 而NASA MS由于使用的导弹是AM120 所以其配套的引导雷达是 X波段火控雷达 所以各位想必也能看见 想要让陆军重新补课做出一种在当下环境下堪用的野战防空系统 到底有多难 所以这也是IFPC项目的终极目标 将所有美军即将或者正在使用的防空导弹 整合进一套系统内 以求让陆军获得相当程度上的陆基中进程导弹防空能力 翻译过来即为 间接火力防护能力增强二拦截 它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发射架的整合 让塔米尔、AM1220C、AM9X、毒刺以及地狱火等导弹 有在同一个发射箱内发射的能力 这个理论在军事术语中实际上被称为共架发射 顾名思义 就是在一个导弹发射架上发射不同导弹 这种技术实际上不是新鲜产物 比如陆军的M270、陆战队的海马斯 都可以在同一个发射箱中选择性装填227毫米火箭弹 或者是MGM140陆军战术导弹 而在海军之中 共架发射则早早就被用于海军的垂直发射系统 即MK41热发射系统中 就比如美国海军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之所以在后续批次中拆除了一台密基镇禁防炮系统 就是因为其通过整合获得了在MK41中 发射ESSM先进海麻雀进程拦截弹的能力 大大提高了其末端防护效果 所以在上述技术的基础上 陆军最先完成的是有关于导弹发射箱的整合 这主要是因为IFPC不仅需要具有防空和拦截巡航导弹的能力 陆军还为其定义为一种战场保护伞 可以摧毁战机 巡航导弹 无人机 火箭弹 榴弹 所以美军就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多任务发射器 即MML的发射箱 其实这个发射箱也并不算什么全新开发的产物 因为这个系统实际上是由雷声进行开发 而雷声本来就是当年拉费尔在开发铁穹时的合作伙伴 并且以色列和拉费尔一开始就希望铁穹系统可以被美军使用 所以这也算是个顺水人情 MML的发射箱就是在铁穹的发射箱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的产物 只不过MML发射箱其底盘的选择也非常有意思 其为发射器选择的机动底盘也是一种整合产物 它原来是雷声公司为NASA MS所寻找的10吨级M1157 6×6卡车 和海马斯是一个系统的底盘 这种底盘越野性能好 时速也不错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防空系统底盘 但是虽然这种底盘比较理想 可问题在于原本的拉费尔为铁穹开发的发射箱 为了保证对多目标的接战效率 所以其使用的是一排五发共四列的二十发设计 它并没有考虑野战机动状态下的重量 所以M1157是无法搭载原封不动的发射箱的 为了减重 美军干脆就将发射箱卸掉了一排 改为一列五发共三排的十五发设计 这就是MML和铁穹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 经过重新设计整合的MML 拥有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导弹兼容能力 可以兼容AIM-9X铁穹防御系统的塔米尔和大卫投尸所 洛马公司的长弓海尔法导弹和微型直接杀伤导弹 以及毒刺导弹等 这些导弹将被经过重新编程和改进 被融合进ANMPQ-64F1哨兵雷达 这是一种X波段相控阵雷达 它先进之处就在于采用了弹化架芯片 其多目标接战和处理能力比原先的版本高出了数倍 它的探测距离高达70千米 探测高度12千米 并且针对火箭弹 榴弹 迫击炮弹等目标做了进一步优化 更有趣的是 由于哨兵是当年雷神为防空AM-120所设计的火控雷达 所以它的一个绝活是 可以通过数据链介入其他远程导弹的防空作战 将其作为一种前线防空补强雷达来使用 理论上来说 它可以引导爱国者 甚至在数据链进一步整合之后 还可以给空军的AM-120C 甚至是AM-260提供中继制导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MML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武器装备 目前来说 它是一种额外的防护补强 陆军计划为每个M-Sherry的防空营 以及每个爱国者导弹营都配备一套MML 以补全它们在中距离导弹防空 以及拦截目标上的劣势 除了防空 由于整合进了长弓地狱火导弹 所以MML还有另外一个绝活 那就是对地面目标进行射击 因为防空使用的长弓地狱火 并没有更改其破甲战斗部 所以它依然保留了1000毫米以上的破甲深度 在地面防空单位面临敌军装甲部队冲击时 MML中整合的地狱火导弹就可以对敌军装甲单位进行攻击 从而掩护重要防空力量从容撤退 可以说 这一点关系着在现代战场上防空单位能否存活的关键 从IFPC的逐步退役 我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世界各国对于陆基末端拦截 逐渐从炮弹拦截转为了导弹拦截 在之前也是美国陆军率先使用了密基镇系统来进行药地防空 但是很快就发现密基镇一次拦截 需要泼出去上千发20毫米脱壳穿甲弹 这些弹药精准度差不会自毁 万一砸着谁后续处理起来都相当麻烦 所以铁琼系统这种精准可自毁弹药 就逐步成为了陆军的新宠 而或许这也是世界拦截风向的一种转变 而在此之上美国陆军又走到了前列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视频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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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